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章 主题是《更美的耶稣》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 《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众说纷纭 多数的学者相信这是使徒保罗的写作 因为本书的内容和加拉太书非常相似 书内有一些词汇呼应了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 所提到的列祖、应许、律法等等呼应了罗马书九章的信息 结尾的《问安》和其他的保罗书信也相似 此外十三章二十三节提到提摩泰 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位与提摩泰亲近的属灵长辈 初期教父和一些古抄本都表明是使徒保罗《希伯来人书》 虽然如此 但是此书没有具体具名 文字体材和保罗其他书信的风格不同 所以也有学者提出《希伯来书》是巴拿巴写的 或是亚波罗、路加、白俱拉和亚俱拉 使徒彼得、斐利、西门、马可都有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 无论作者是谁 重点是希伯来书在推崇耶稣基督 他所成就的约是比旧约更美的约 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遇到两大危机 外在罗马政权的迫害 内部又有犹太主义的渗透 所以当时一些信徒开始摇动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劝解信徒 要持守信心和爱心 不可停止聚会 要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 奔跑天路 坚守到底 这两千年来 希伯来书让成千上万的信徒得着鼓励 希伯来书的特色是 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经文 每一章都有引用旧约经文 若计算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的旧约经文 次数高达了两百多次 所以在研读希伯来书之前 应当对旧约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否则会不容易明白 另外一个特色是 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严肃的警戒 包括第四章 要竭力进入安息 否则就会跌倒 无法进入神的安息 第十章 不可故意犯罪 否则赎罪的自己就没有了 十二章 若是弃绝从天上来的警戒 就不能陶醉 这些警戒可以说挑战了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教义 希伯来书和罗马书 还有加拉太书都讲到信徒的救恩 这三本书的着重点不同 也有学者将希伯来书比较立位纪 形容立位纪所提到的祭典 礼法和教训是救恩的预表 而希伯来书中所提到的却是救恩的实体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足解解说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一节 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御列祖 古时指的是耶稣降世以前 神借着旧约的众先知在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以色列的列祖显现 先知就是得着神的启示 将神的心意传递出来的人 先知传递信息的方式 除了教导信息之外 也包括了天象 如撒摩尔祷告 神使天打雷降雨 神迹启示 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与巴利祭司决斗 降火烧祭物 预言实现 如以利亚预言耶路撒冷获救 饥荒江宗旨 医治 如以赛亚医治西西加王等等 第二节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御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成寿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第二节和第一节成为对比 第一节说到古时 第二节说到的是末世 第一节说到的是众先知多次多方 第二节说到 只有他的儿子耶稣 耶稣就是末世的唯一启示 他自己来到世上 启示神的所事和作为 第一节说到小于以色列的列祖 第二节说到小于我们 包括了读着书信的信徒 更广义地说是所有的世人 到今天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仍然在对我们说话 耶稣是承受万有的 一切都属于他 神借着耶稣创造诸世界 所以一切都本于他 第三节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唾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耶稣既然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耶稣就是神本质的显现 看见了耶稣就等于看见了父神 他的话语有全能唾住 意思是能够维持支撑 推动万有 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 永远有效 彻底洗尽了人的罪 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 就在神的右边休息 等候神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 第四节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耶稣人非常尊崇天使 他们相信天使的能力远超过世人 天使势力在神面前 传递律法 传达消息 不会死亡 在万物被造以前就有了天使 但是耶稣的名字 是比天使更尊贵的名字 是超越天使的 Amen 这里特别说到耶稣的身份 是儿子的身份 天使的身份是仆役的身份 耶稣是更尊贵的神的仆人 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这引用了诗篇二章七节 以及撒摩尔记下七章十四节 第六节 在这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则是引用了诗篇九十七篇七节 这指明了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 耶稣不仅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神的长子 这说明了耶稣是守生的 第七节 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引用诗篇一百零四篇四节 这里可以解释为天使的行动 如风一般的迅速 火焰为神施行审判的工具 但是它们都是神的受造之物 都不过是仆役而已 第八节 论到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仗旨的 Amen 这里引用了诗篇四十五篇六节 说明了耶稣基督的卓越 祂坐在宝座上为王 祂的国权是永远的 而且是正直的 没有偏袋 没有弯曲背离 是诚实公义的 第九节 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这引用了诗篇四十五篇七节 这是曾接上一句 关于对子的评论 子的属性为父神所称虚 用喜乐由高你 可以翻译为 父神最喜乐的就是子 胜过所有的天使 或者可以翻译为 喜乐就是子的属性 子的喜乐恩高 胜过所有的天使 如此说来 子不是乏味枯燥的 而是最喜乐的 跟随耶稣的信徒 也当是非常喜乐的 第十节 又说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这引用了诗篇102篇25节 天地为神手中的创造 第十一十二节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 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引用了诗篇102篇26到27节 衣服是暂时的 谁这时间会渐渐的老旧 天地看起来是如此的永恒 但是和圣子耶稣相比起来 就如同衣服一样会老旧会灭没 这说到耶稣的永恒不守坏 天地卷起来 卷起来是未来事 将来天地都将过去 犹太人的外衣 在晚上用作被子 枝盖保暖 不用的时候就卷起来收着 外出使在村上 这再次说到和耶稣的永恒相比 天地是暂时的 是会改变的 第十三节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这引用的诗篇 110篇第一节 也呼应了 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 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安息在神的右边 等候神将他的仇敌 做他的脚凳 所以耶稣的工作已完成 我们需要安息 等候 仇敌的败局是确定的 第十四节 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 奉猜浅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天使不过是福音的灵 相对起来 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 天使奉猜浅为我们效力 就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神的选招 信徒的地位叫天使更高 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所作所为 被天使观看 如同一台戏 我们更是要活出圣洁 谨守的日子 所以总结第一章的内容 一到三节可以说 使耶稣基督的小玉 比旧约众仙子的小玉更美 四到十四节 则说到耶稣基督 比众天使更美 耶稣的名字 身份 权柄 性情 工作和永恒 都比天使更美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宣告您的荣美 您的尊贵 您是万有的创造者 是万有的拓住者 是万有的承受者 我要单单的敬拜您 服侍您 效法您 赐下洗了油 浇灌我 让我的心 完全的属于您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